今天我要炒四百斤香辣牛肉豆豉 前几天炒了四百斤 送完了 朋友们嗓了以后觉得味道好 为啥味道好 材料好 蒸这个的菜籽油 蒸这个的二斤条海椒加炒的这家配出来的海椒面 同传豆豉我们老家的 还有每一次都加了三十斤毛牛肉进去 有些人说的我扣 三十斤毛牛肉好多钱 一千多块钱了 这一锅四百斤炒下来承门好多 几千块钱 我觉得材料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大家收到了我的一个信誉 也上到了火锅的一个手艺站 紧接着油烧到八成油温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烫海椒了 油温起来之后 先拿这个菜籽油 把红油烫香 鲮油烫焖 鲮肉下锅 这个还一定要慢慢下 不能下快了 牛肉的香味炒出来你还没 酒来一点真香的 豆丝下锅 下锅 有朋友说我们这个牛肉肉是没有肉 那是你眼神不好 来你看肉眼可见的牛肉渣渣 真的是肉眼可见 豆丝炒香了准备下海椒了 大辣海椒还要起床炒 下去老味的起床了 这个真的是个离奇活 纯手工炒饰 来芝麻下 芝麻下去之后再炒个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是真正的手工炒饰了 没这个机器烧的全是骨油 但是我开心我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好吃 因为我们粉丝真的喜欢 牛朋友说你到底找个送很简单 你只要在牛盆中来了之后 来个人我就送一瓶 记得不是一做一瓶 是一个人一瓶 好安逸 就这么大一瓶 你一段肯定吃不完 用来拌饭拌面 加麦头都可以 外面的香辣豆丝酱 巴士会员登的你哦 clothes уль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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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